英国政府不是建议民众们囤三天用的用水吗 我今天就来到了Costco 买了一大鞋喝的 因为它这边的饮料基本上比超市买的都要多 批发占性质的 而且有的时候价格也会比较优惠一些 这个你要看 像我今天买的这个 埃兹达也有卖的 三个是卖24磅 这边就是一个liter 这么一个饮料 税后是12英镑 差不多1英镑一盒 这些大桶装的我很少买 这个我不爱喝 我买过一个小瓶装的味道很怪 我还买了一些罐头食品午餐肉 这个是大盒装的 普通超市差不多是3英镑一盒 这个稍微便宜一些 但问题就是你一买就得买6盒 买一盒是不可能的 它的量特别大 但是这午餐肉本来就是囤货 它也坏不掉 一两年没问题 就买了这些东西 再过去看看还有什么吧 一盒蜂蜜 我是经常买 这个相当于奶昔 有巧克力的加草莓的 尽管有的网友和我说 你最好囤30天的用水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反正政府说囤上三天 我囤上三天的就够了 我囤上三天的就够了